天主,我们在祢的天内, 祥念着祢的慈慧。 天主,祢的名号,人家地席, 祢的终于同志大帝。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神,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因祢的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比喻来描述我们跟天主, 或许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 基督活力的弟兄姐妹们, 把耶稣看成是掌胸, 有一个姐妹, 因为耶稣他大概33岁就过世, 永远是33岁, 所以称耶稣为弟弟。 在今天的独经义, 亚毛斯告诉我们, 以色列人跟天主的关系, 好像是夫妻的关系。 因为夫妻不忠, 因为妻子不忠, 天主把他的妻子带到旷野里, 在旷野跟他贪心。 所以他们在旷野40年, 这个不是惩罚, 这个是一个好时机, 跟天主谈心的时间。 我们跟天主的关系,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是被惩罚, 但是实际上可能是天主有其他的安排, 要跟他进一步的接近。 现在让我们忍罪准备我们的心, 参与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圈人的天主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验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我罪,我的宗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天主, 你因圣子千倍之下, 拯救了现与死亡中的人类, 请使我们因生活的革新而鼓舞, 既然你让我们脱免罪恶的奴役, 求你也赐予我们得享永恒的欢乐,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之圣神永生永亡。 阿们。 公读欧瑟亚仙之书。 上主这样说, 看哪, 我要把我不忠的妻子 领到旷野里去, 和她谈心。 从此, 我仍要将她的葡萄园赐给她, 仍将阿科尔山谷 作为她的希望之门。 她要上到那里, 就如她幼年时, 就如她从埃及地上来的那一天。 上主这样说, 她要称呼我为我的丈夫, 不再称呼我为我主。 我要永远娶你为妻, 以正义、公平、慈爱、怜悯娶你, 以忠贞娶你, 你就会认识我是上主。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慈悲宽人大方 上主慈悲宽人大方 我要日日歌颂你, 赞美你的圣名, 永不停止。 上主伟大, 极堪赞扬, 他的伟大不可测量。 上主慈悲宽人大方 世事宣扬你的功成, 代代传述你的大能, 称扬你的尊荣, 传扬你的话功。 上主慈悲宽人大方 讲述你, 讲述你惊人的威能, 赞扬你无限的伟大, 怀念你无比的甘疑, 引勇你无上的正义。 上主慈悲宽人大方 上主慈悲宽人大方 缓于发怒人爱无量 上主对待万有温和良善 对他所创造的万物 仍爱慈祥 上主慈悲宽人大方 阿隶路亚,阿隶路亚,阿 阿隶路亚,阿隶路亚,阿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摧毁了死亡 并借福音彰显了生命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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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共读圣马斗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正在和门徒说话 有一位会堂长走来挥拜他说 我的女儿刚才死了 可是请你来把手放在他身上 他必会活过来 耶稣就起来和门徒跟他去了 有一个女人患血落十二年了 走到耶稣背后 抹了她的衣服的碎子 因为她心里想 只要我一抹她的衣服 我就会痊愈 耶稣转过身来 看见了她说 女儿 放心吧 你的心得使你痊愈了 从那时期那女人就好了 耶稣进了会堂长家里 看见垂底的人 和乱红红的群众 就说 走开吧 女孩子没有死 只是睡着了 他们都讥笑她 耶稣把群众赶出去以后 就走进去 拿着女孩子的手 小女孩就起来了 这消息传遍了那一代 上主圣言 求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有一个朋友 跟这位朋友在谈话的时候 如果他讲话的时候 我不可以 完完全全的不可以 插嘴 插嘴 不可以插话 如果我说话 打断了他的话题的话 他就会生气 如果打电话也是一样的 那不只是说会生气 可能会吵架 吵架了以后 就是这样的 我不要再跟你说话了 因为你打断了我 常常是会这样的 是说 打断了以后 我说好了好了 现在你回到 刚才你讲的是到这里了 你可以再说吧 但是他说 我不再说了 因为你打断了我的话题 你的意思 意思是你不愿意 聆听我跟你分享 这话题 在今天的福音 一开始说 耶稣跟门徒们 正在谈话的时候 他们还在谈话 正在谈话的时候 会堂长就进来了 一进来说 我的女儿刚才死了 但是我相信 你一来 把你的手 按在他的身上 他就会活过来 耶稣本来 还跟门徒们谈话 可能是 很重要的 什么话题 在教训他的门徒们 如何跟随他 但是 因为这个会堂长来了 他表达出 应该看到他 女儿死了 应该是 他的脸是很痛苦的 很难过的 除了痛苦难过 可能是流着眼泪 除了这个 还看到 他的信德 这么大的信德 这么深的信德 就说 已经死了 刚刚死了 但是你来 你按手 他就会 会活过来 看到他的这样的 这么大的信仰 耶稣就起身 门徒们也跟耶稣 一起去了 那这个故事 在其他的福音里面 也有 在马尔谷跟路加 也有 但是在马尔谷跟路加 就说 他的这个会堂长 就说 我的女儿生病了 生病了 在路上的时候 有人 那个他的家人 就派遣人来 告诉他说 女儿已经死了 但是在今天 马尔谷跟路加 这个会堂长 就来就说 已经死了 刚刚死了 好 他们就这样的走 在路上 又有另外一个故事 发生的 那就是 欢学洛 十二年的 一个女生 那这个女生 她的信德 也是 跟这个会堂长 也差不多一样的 她就心里想 说 我就摸摸她的 她的什么 衣碎 我应该会 会痊愈的 她就摸一摸 摸一下下的 就会好了 不需要 耶稣 把她的手 放在她身上 按在她身上 但是她主动的 出手 去摸 摸摸耶稣的衣服 不是摸耶稣的 手 这是衣服而已 也不是衣服 是 碎子 而已 她就会痊愈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两个故事 的发生 是因为 他们有 多么大的 信仰 多么大的信德 在 马尔谷跟 路加 福音 也有 这个 这个 的故事 也是在 他们的福音里 在马尔谷 这是第七 跟第八 个奇迹 第七 跟第八 个奇迹 当时 在马尔谷跟路加 是不一样的 耶稣一发现 他 有能力 走出去 他就问了 问了门徒们 有谁 摸我的衣服 因为我感觉 有能力 走出去的 在马尔谷 伯多就回答 他说 你看了这么多人 你还问 谁 碰了你 这个女生 她一听到这个 她害怕 就来到耶稣跟前 很害怕 来到耶稣跟前 但是今天 没有 她一感觉 说有能力 走出去 转过身 就看到这个女人 在那里 女人 不需要做什么 她也不需要说 她的 心很紧张 很害怕 但是耶稣 就看着她 就跟她讲 女儿 你的心得救了你 你痊愈了 你回去吧 所以 奇迹就发生了 耶稣继续往前 到会堂长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 耶稣看到 有很多很多人 按照他们的风俗 他们的习惯 就要 吹笛子 就是要 吹什么 就是 哀歌 哀歌 那耶稣 就告诉他们 你们走开 你们走开 他没有 没有死 他在睡觉 你们为什么这样的 乱红红的 那他就进去 在 马尔古跟路加 就说 耶稣 进去的时候 他就带着他 三个特别的中途 伯德鲁 阿格伯跟若王 这三个人 那这三个人 他们见证了 很多很多 耶稣特殊的事件 比如说 耶稣 先圣荣的时候 他也带着这三个 耶稣 只好 伯德鲁岳母 也带着这三个 那耶稣 在三远 祈祷的时候 也带着这三个 在马尔 很简单的 耶稣 就进去 以后呢 就拉住 这个 小女孩子的时候 她就 复活了 在马斗福音 这小女孩的名字 也没有提到 她的名字 但是在其他的 不是那个小孩子 就是那个 会堂 会堂长 在其他的福音 路加跟马尔古 会堂长的名字 叫做 亚伊洛 亚伊洛 她是 唯一的 女孩子 所以从这里的 故事 这两个奇迹 第七 第八 在马斗福音里面的 第二段 第一段是 耶稣讲话 第二段是 耶稣用奇迹来证实 他的摩西亚的身份 第七 第九 第七 第八个奇迹 我们所看到的 信德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耶稣本来还在谈话 但是一看到 他这样的信德 这么大的信德 他就 起来 就去 复活 死亡的女儿 这位换 雪落十二年的 也是一样的 所以在我们的 跟天主的关系 我们也需要 这样的信德 我们有痛苦 有死亡 面对死亡 面对痛苦的时候 我们也应该抓住 有一个力量 这个力量 就是信德 我们相信 可能是 我们家人 已经死亡的 他不会 现在要站起来 但是我们相信 他还是活着 他永远是活着 跟天主在一起 现在让我们起立 把我们今天的 祈祷的意向 奉献给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 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 我们的思想和 原情 使一切都增加 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 愿你以生存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且以你的执意 为君神 求你帮助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孝爱你 我们追忆 把个人今天的 一切苦乐 成败 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 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为了受罢 圣母阿弥亚 提出圣人圣女的阿弹亚 终生事奉你 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 施恩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施恩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地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职丽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 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十七恩的 安慰者圣神 庆祝于我们 其一切心有的心多 求是我们敬畏 及孝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 聪明及刚愚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 朝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 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捐去成见少处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 所向同一无法 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 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象 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执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进天上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献你诱惑 但救我们免于凶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将服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我刚才能够把你那天生意した 我们祝福圣子及人一样的计划 漫主圣祝福圣子及人一样的计划 天父我尽懒你 写上我的生命 全心爱你